是 是 阿爸 快走 是 宝负龙死大人 死大有事 走啊 是 走啊 你 你不是有能力巨大的吗 你不是有能力巨大的吗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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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仰兵千日 优兵一时 冲啊 炸 我跑 怎么炸不了啊 走 走 太大壮了 你 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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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给我冲啊 杀 走 政委 这是有人给您的信 好 去吧 好 去吧 政委 您好 我是家禽 良秦则墨而齐 良臣则主而是 我一直以为我的选择才是正确的 我一直以为 只有我看到了未来的样子 可是 我慢慢地发现 我错了 于是到后面 我就发现 我错得越来越厉害 看来山上的情况真的很紧急 要不是沈嘉卿除掉那几个日本人 后果不堪设计 现在洪林还在等我们指示 政委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爹 对了 马上调派精锐部队过来 先把玲珑山附近危险警除 然后咱们好好计划一下 接下来我们将要面临长恶战 千万不能掉以轻轻 如果真的像沈嘉卿说的那样 对玲珑山的百姓和我们来说 都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这一仗我们必须赢 大阳 我们商量一下行动计划 龙慈大人 那刘雪只想招待住赵将军 说明赵将军是一个中庸之人哪 其实赵英雄的忠心我是相信的 那你说这玲珑山谁是背叛我的人哪 我想是宋圣仪才是背叛你的人 宋圣仪不是咱们临龙山的人哪 龙慈大人 这个宋圣仪在我们临龙山的世间 可不短了 当初沈队大小姐的其中 她是利用这一点 让我们临龙山的子民都很信任她 把她当作一家人 你是代表临龙山 背叛你和背叛临龙山是一回事 所以山神说的背叛应该这里就是她 行了 她们啊 没能得逞就好 我凌龙山有山神护佑啊 是是是 你说的对 你 报 大曾家的 骑马大人来了 蠢货 一群蠢货 你在这骂 骂谁呢 一群笨蛋 气死我了 你们看看把鸡马大人气成什么样了 鸡马大人 咱们都得消消气 我也不想这样 宋神医治的招 她也是好心哪 她给你治的招 她让你去死 你也去死吗 怎么这么说呢 护表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曲 怎么 你是怕我害你啊 照勾曲 一定要照勾曲 听见没有 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 宋神医的意思是说呢 这不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吗 要不然 我们的损失也不会这么大呀 你们损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怎么听不懂我说的话呢 这样吧 你别生气啊 宋神医 给骑马大人道个歉 你不能拿你的小人之心 夺骑马大人的君子之父 是吧 道歉 鸡马大人 不错了 这么就好了吗 鸡马大人 这回不成 咱们不是还有下一回吗 你想什么呢 你当是吃饭呢 误了一顿 再来一顿 急不可食 时不再来 一定会再来的 一定要相信这个 鸡马大人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兄弟之间 只要团结一致 什么玲珑山啊 共产党 统统拿下 玉兽节 是啊 什么是玉兽节啊 就是过节啊 大家戴着面具 装成野兽 拿着武器 打野兽 武器 什么武器 就是彩粉 老 老神仙那儿有的是 带着面具扔彩粉 有什么意思啊 大龙 有好吃的吗 哎呀 姐夫 说到吃的 你这天天吃驴肉的 你那个病有之了吗 别给我提这事啊 反正又不是我想吃的 那驴也被你给吃了 艾龙 你也不长点记性 怎么还往王先生这跑 我怕阿爸再打你屁股 我 找得住 你在这儿干什么 没看见我钓鱼呢吗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呀 牛也飙了 老神仙也说了 算我中心了吧 行了 别废话了 我阿爸叫你 知道了 一会儿去 什么一会儿去啊 现在就去 这臭婆娘真够啰嗦的 阿龙 好 给你 艾龙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我钓鱼呢 走啦 婴子姐 你帮我拿着 好 赵大主 你吃了我玲珑山这么多驴 并可好了 这个 还没好 没好 又是一个庸医 就知道骗钱 要是见到他 我就把他砍了 说没好 还是有一点儿好了 那是好了 说好了 还 但是 还有一点儿没好 到底好了没有 就那么大的迹象吧 既然有了迹象 那过完这次御寿节 你就和叶娜快快成亲吧 可是 光有争点儿迹象还不够吧 有点儿迹象就够了 可是 好了 怎么就这么定了啊 可是 我 你和叶娜的婚事 拖得太久了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起狼二心呢 阿伯 您还怀疑赵德柱对您不忠啊 我是怀疑赵德柱对你不忠 那是因为你也该成亲了 不管他有没有病 既然有迹象了 你就快成亲吧 可是刺猬岭还没打下来呢 要是这辈子打不下来刺猬岭 你是不是这辈子就不娶我了 不是你说的 要当刺猬岭的夫人吗 先当你媳妇 再当刺猬岭夫人 就这么定了 可是 什么 就这么定了吧 我女婿啦 我下狗 找你干什么呀 她说 等过完御寿节 就让我跟叶娜成亲 你不是想 攻打完刺猬岭 才跟她成亲吗 叶娜等不及了 她爸也等不及了 恭喜赵将军 怎么这么酸呢 怎么这么酸呢 大阳 有个紧急任务 还记得沈嘉欣说过的 关于刺猬岭和日本人的情况吗 记得 TNT 对 我现在怀疑 日本人很可能在山上 层一立提重武器 既然有TNT 肯定枪支弹药不在少数 而且据王洪英统治汇报 佐藤曾经多次用全新的枪支 换取玲珑山的粮食 赵特助也曾经拦截过胡彪的一批日式武器 由此看来 刺猬岭极有可能变成日本人的军火库 所以 你赶紧上刺猬岭侦查一下 摸清军火实力情况 现在咱们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有胜算 好 我知道 您就是任大爷吧 您是送菜的吧 平时都是小王送的货 今天怎么就换人了 别急了 小王不听我话呀 平时就叫他别乱吃东西 别乱吃东西 非得乱吃 拉了一整夜起不来了 这不就让我们俩替他来送菜了 临出门前啊还千叮咛万嘱咐 说就算是天塌下来 也不能耽误了咱刺猬岭的大哥们吃饭哪 大爷 等着 大爷 我们是第一次来 有什么坐得不周到的地方啊 您多担待啊 好说 把东西搬厨房去 好嘞 来 来 来 坐 任大爷 我给你倒了 来 喝一口 来 来 来 看看 看看 这酒地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得有十几年了吧 要不说您是行家呢 这可是家父的一点私藏 如果您喜欢 下回我再让人给你带来 好久没喝到这么香的酒了 来 再喝一口 您喜欢就好 任大爷 咱们寨子里啊 可是真大呀 大什么大呀 跟玲珑山一比 那就是一个小山头 以前吧 还没怎么觉得 可这日本人住进来 我就觉得呀 这山寨越来越小了 还有 这夜间哪 一趟茅房 都被日本人审查几遍 来日里 在山寨里 还会允许随便的走动 我这是 天天的厨房 茅房 茅房 厨房 都快要憋出病来了 还好 你今天给我带来一滩酒 我这心情哪 好多了 您喜欢就好 来 带 说到这个茅房啊 我想去一下 在哪儿 怎么走 出了门 左拐 在右拐就是了 好 那我就去了 好 我还是带你去吧 免得遇到日本人哪 又问这问那的 不用 我自己去 能找着 放心 小高 干什么呢 陪大爷喝两杯啊 来了来了 请 大爷我去了 小伙子 千万别乱走 尤其是厨房后面那个库房 整天有日本人看着 别自找麻烦 大爷 您放心吧 小高 来 大爷 还好 我给您倒上 来 来 把守这么严密 难道这就是军火库 大爷 这酒好啊 又香又醇 来来来 喝着喝着 回来了啊 快过来过来过来 不不不 走走 那个啊 我刚才看见日本人了 他让我拿酒拿肉过去 哦 那是只鸡 给他们端过去吧 好嘞 来 大爷 咱俩喝 好好好 喝 好 来 来来 干了 好酒啊 好酒 来 干什么的 酒 给你们的 这可是好酒啊 这个啊 你看 蚂蚁 拿着这个 看见没有 这东西能杀蚂蚁 这个 里头还有很多 很多很多蚂蚁 伤木头 我拿这个 全都给他杀了 开门 注意点 都 好了 好了 好 你好 对 可以了 出去 好好好 走 这么多的武器 完全可以装备个野战部队 而且沈家青说的 TNT炸药也是事实 而且是好几箱呢 看来我们真是轻视他们的 刺猬令留人继续监视了吗 日夜有人监视 好 我马上到县里去一趟 郑伟 这么大的人员调动 万一被他们发现了 会引起敌人警觉 会不会对我们造成不利啊 你说的有道理 这样 我跟陈营长商量一个具体调动方案 都是这老娘们 把我们的线搅合了 女人都是祸水 别敢 我最烦自己没本事 还要把责任怪罪到别人身上 明明就是你们的人 对 军事能力太差 行动缓慢 延误了战绩 这刮啦刮啦刮啦刮 鸡啦咖 到底刮啦什么呢 那个 横尔军的意思啊就是 需要我们再接再厉 经常合作 争取下一次 拿下灵笼山 我听出来了 胡带这种 现在大敌当前 需要我们了解敌我形势 这样才能精神合作 你看沈家卿现在受伤逃跑了 对我们的形势非常不利 如果我们有猜错的话 他一定去投靠共产党了 他对我们的情况可是了如指掌啊 他一定会把我们的情况 和我们的计划 一并告诉共产党 所以现在 我们一定要等待时机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明天是什么日子 初 初一吧 这可真是天助我们也 我们要等的时机来了 对对对 时机来了 什么时机 明天是玲珑山的传统节日 玉寿节 玲珑山的人前一阵子打了胜仗 一定会骄傲得意 借这个节日来庆祝 刚好 我们可以趁躯而入 一举功下 凌龙山 易先生 麻烦问一下 这个玉寿节是什么节日 是 你管什么节日 还是 只要有机会我们就打 易先生那是谁啊 是这个 易先生说的话 都是锦 囊妄记 这次我们就来个声东击西 调虎离山 对对对对 声东击西 调 调什么来 调虎离山的意思就是说得下来 来人 咱 把西区给我带上来 谁 你给我解释一下 胡大爷我来了 有何吩咐啊 我给你个跟共产党请功领赏的机会 要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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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不是 我干嘛向共产党请功要赏啊 啊 我是为你胡大爷马首是瞻哪 瞻什么 不是 您就是那那马马头 我瞻的后边 那 还我马屁 哎呀 不是不是 胡大爷 我说的是心里话 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哪有儿子不听父母的呀 这 这哪一屁呀这 你去告诉共产党 就说我明天攻打赵王村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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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啊 这就叫做 神肚极心的犯规 是 我宣布一套纪律啊 从今天开始 凡是在我四位领的人 除了我 都得大声说话 啊不 是 好 英子 你想什么呢 哎 英子 想什么呢 我在想 小时候真好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高兴的时候就笑 不高兴的时候就哭 无忧无虑的 等长大了 有这么多烦恼 真想回到小时候 我当是什么事呢 我告诉你英子 这点你得学着我 你看我每天傻吃傻喝 快快乐乐的 你这叫什么呀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这天塌下来还有 爱龙顶着呢 嗯 船道桥头自然直 你干嘛非跟自己过不去啊 姐夫说得对 这叫傻人有傻福 哎 你说谁呢 再说一遍 傻人有傻福 你才傻的 姐夫 平时你看着也挺聪明的 怎么连这话都听不明白 我这是打个比方 虽然你 不像英子姐一样 整天脑子里绷着一根弦 但是 你每次遇见危险 都能逢凶化吉 这说明什么呀 吉人自有天相 好人有好报嘛 哎 这话我爱听 爱龙啊 啊 看来你跟我这么长时间 进步不小啊 我招得住是谁啊 神使啊 我有老天爷保佑着我呢 谁能把我怎么着啊 行了行了 你这谎话说了多少遍 换句新的 老这么拆追人和是吗 英子 等消灭了土匪和日本人 你打算干点什么呀 我继续教书 我要让更多的小朋友 学到文化知识 让他们将来成为新中国 更有用的人 姐 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教书 等等等等 行了吧 就你实的字还不如我多呢 你一教书 巫人子弟 我说招得住 可别瞧不起爱龙啊 虽然爱龙实的字不多 但他可以教小孩骑马射箭呀 就是啊 反正英子姐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爱龙 我指的是不能离开玲珑山 你以后可是要接替阿爸 掌管玲珑山的人 哪儿都不能去 我对那个没兴趣 我就想跟这英子姐 出去见见世面 那你就等着阿爸揍你吧 揍死你 柱子啊 你以后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回我的赵王村呗 本来上你们玲珑山 就是阴差阳错的 夜落归根 我还是回赵王村 陪我爹卖豆腐去吧 柱子 你娶了我可就是 玲珑山的驸马了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卖什么豆腐呀 你要是实在想咱爹 就把他接上来 到时候 找几个丫鬟伺候着 让他也想想清福 我娶不娶你 还不一定呢 反正我要娶个媳妇 要陪我一起卖豆腐 我才踏实 这每天早上 和心爱的人一起醒过来 一起摸豆子 一起做豆腐 一起吃豆腐 真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豆腐 反正我也没卖过 你要实在是想卖 我就陪你下山 到时候 我也做个豆腐戏师什么的 把咱家的豆腐发扬光大 卖到县城 卖到昆明 卖到全国 怎么样 卖到全国 豆腐不就坏了 怎么卖到全国 谁说一定要柱子自己做了 咱们可以开很多的作坊啊 只要挂上赵德柱的招牌就可以了 柱子 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还是当你的大小姐吧 收负的事你别掺和 好 政委啊 我该说的都说了啊 反正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好好好 这个我拿走了 你慢走 好 你好 再见啊 别送了别送了啊 政委 您说这个带麻子的话 能信吗 宁可信旧 不可信旧 护彪既然敢让人带信下山 说明他肯定有所行动 如果我们置若网门 他们会以为我们共产党没有实力 跟他刺猬领对抗 我们要做就做大 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威力 打一打他的嚣张气 对 这个护彪也太猖狂了 居然敢公开叫嚣 这帮不知身陷的土匪 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胖子 你立刻带人监视刺猬领有什么情况 立刻向我汇报 记住 一定要注意隐蔽 明白 幸好我们做了提前部署 独立营也开到了附近 你去找一个人 让独立营前来增援 是 明白 大阳 大阳 你通知赵满财 王耀祖还有三事 我们开会 我们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 保护好我们赵王村 政委 咱们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这刺猬领就是一帮没文化 没有军事素养的土匪呀 在山里的日本人也所剩无几了 就算他们全部加起来 对咱们也产生不了威胁 可他们虽然人手 他们手上有意义大百的武器 您说的是TNT炸药 对 政委 您是担心 虎彪会用这些TNT炸药 对付赵王村 怕的就是这个 这TNT可不是短兵相接那么简单 一旦起用 别说赵王村 就连附近村寨也会受到牵连 这么说 就算一个营的兵力全部赶到 那也是恶与难逃啊 我看未必 TNT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想必股标和日本人心里也清楚 他们不可能冒着跟我们同归一进的风险 轻易使用TNT 只要我们拖住敌人 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就能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政委 护村队应该没有这样的实力 现在咱们 只能靠赵德柱的长枪队了 嗯 你立刻通知王红英 让他无论如何 要让赵德柱带着长枪队 在老虎岭一带阻击敌人 等待独立营的到来 是 今天因为是骨干会议 所以只请了你们几位参加 柳政委 我打断一下啊 是这样 我听说呢 四卫岭要对我们赵王村下手 是真的假的呀 三婶 您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我们只有做好了准备 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那之外 我们家英子呢 他有跟他打保卫战吗 王红英同志 在山上还有其他任务 不过赵德柱这回回来 带领长天队在老虎岭一带阻击敌人 嗯 嗯 关键的时候 还得看我们家的肚子 是啊 赵主任 赵德柱同志 这次任务很艰巨 这保卫战能不能成功全看塌了 嗯 好 你给他带个话啊 就说他爹说的 让他务必配合你们 努力战斗 抗争到底 立了功 我给他做豆腐宴 还豆腐宴 你家柱子都不愿意回来 还缠你的豆腐 什么不愿意回呀 哎 我们家柱子在玲瓏山 那干大事的 没空回来而已 是不是刘正伟 真是 我们家柱子呢 现在是玲瓏山将军 你连龙次都让他三分 哎 我奉劝你们一句啊 把你们家英子 看好路 别让他跟我们家柱子勾勾搭搭的 我们家柱子将来那是要娶公主的 你们家柱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家英子也执行共产党的命令 这才是名正言顺的 这 我告诉你 是你们家柱子勾搭我们家英子 行行行 别掐了别掐了 有什么本事使出来啊 别磨磨唧唧磨唧唧的 别忘了刘正伟还在这开会呢 我看两位都别争了 这王洪英和赵德柱 都是咱们党的优秀人才 都为咱们党的事业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个巾帼 一个须眉 没有必要费得这个高地上下嘛 对 巾帼不让须眉 英子不让柱子 你是瘦得不让硬子 今天请你们几位来 是想请你们动员一下村里的老乡 因为你们都是村里的长者 在群众心中也有较高的微信 就想请你们动员村里的老乡 到山里去躲一躲 躲 躲什么躲啊 他胡彪有什么本事 尽管使出来我才不怕他呢 上回带人到村里来的时候 我还不是把他打跑了 真是 你 带着乡亲们上山躲躲家 我跟你说啊 上回发善心 我救你一回 这回我可没钱工夫 照顾你 用你照顾 我能打土匪 你能吗 这次胡彪可不比从前 除了有日本人的帮助 他手里还有清一色的日式武器 其中包括威力强大的TNT炸药 如果一旦爆炸 整个赵湾村将不复存在 为了乡亲们的安全 请大家呀 务必给我帮个忙 我在这儿 谢过大家了 留着我 留着我 您 您 您这点严重 您放心 我这就带着那个乡亲们 到山上躲躲去 你们也请放心 我们会死守村口 绝不让土匪和日本人 进村一步 同仇地看 打一场保卫家园的人民战争 报告政委 文家级独立营调动了 一个牌的兵力 正在赶往赵王村的路上 另外 鹅头岭和芭蕉沟 还各有一个牌的兵力 通知他们迅速向赵王村集中 是 是 发现什么了吗 听火烦这脑头说 明天进屋赵王村 嗯 一局监视 我马上回去汇报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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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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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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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龙 艾龙 快快快 好 走 快点走 快点走 快点 赶紧时间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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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 艾龙 赵王苏 处子 快点走 快 xenander 走 快快快 走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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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儿 我们兵分两路 我和左团军去玲珑山 你带着兄弟们去赵王村 你 你谁啊 快跟我玩去吧 你谁啊 我是柱子 外面玉珠节可好玩 你讨厌 你不碰我 我会误会的 我不去 你去 那我自己去啊 赶紧去吧 胡彪和日本人 今天要攻打赵王村 请赵德铸带领朝枪队 在老虎林促起 等待独立营的到来 来 让一下 你 你 你 赵德铸 让他住 赵德铸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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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马带船人 是马带船人在此 上来 你下来好好玩啊 上来啊 赵医生 赵德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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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赵龙四大人 再玩玩 快走别玩了 龙四大人 虎镖狼子野心 今天来联合日本人攻打赵王村 明天就会变本加厉 攻打玲珑山 我恳请您 让赵德柱的长枪队下山支援 这个胆大包天的虎镖 刚惹了我玲珑山吃了败仗 现在又去欺负赵王村 你放心 你们二位对我玲珑山恩重如山 再说了 你们亲人也都在赵王村 于情于理 我龙四不会袖手旁观的 可是 这赵王村 没有什么可以吸引胡镖的地方啊 他为什么挑共产党这块硬骨头来看呢 龙四大人您别误会 我不是说咱们是软柿子 我的意思是说 咱们玲珑山 可是胡彪的主要目标啊 他在咱们玲珑山没尝到甜头 现在又去共产党的地盘 这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 赵德柱同志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来分析胡彪的心理 我得到可靠的消息 今天他就要带着日本人 到赵王村胡作非为 朱泽 你马上带着长枪队前去支援 让胡彪尝尝我玲珑山的厉害 是 谢龙四大人 龙四大人 我建议啊 这大骨节的 咱们留点兄弟在山上 由泥刀负责留守 我呢 带五十个人就够了 鸣子 你呀 马上去玉手节现场 一旦有风吹草动 叫所有人立刻撤到王府 保护龙四大人安全 嗯 放心吧 也好 朱泽 你记住 日本人和胡彪 阴险狡诈 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那我就在这儿 等你胜利开拳 您放心吧 论玩儿西眼儿 我是他们的祖宗 勒光 走 是 走 走 走 弟兄们 做好战斗准备 准备战斗 小特军 你这个叫什么 T T 这有那么厉害吗 当然 它是威力最巨大的炸药 一旦引爆 玲珑山可就夷为平地了 夷为平地 是 那不行 我们也在山上 那不就等于同归于尽了吗 嗨 就是嚇唬嚇唬他们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会使用天体的 你放心 我一定保证我们 在安全范围之内 对 保证我们所有人的安全 一定啊 把东西拿过来 来 给你的弟兄们都发发 这 这 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发给你的弟兄们 所有的人 一人一个 一会儿把这个衣服也披上 这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你 你不装备上这些东西到玲珑山 不就被人认出来了吗 哦 你的意思是 我们戴上 我们穿上 那不一下就被认出来了吗 都穿都带 玲珑山所有人都是这样 今天是他们的节日 叫做玉寿节 哦 穿这个啊 看到没有 咱们派几个人先进去 等到里边乱起来以后啊 再来一个里应外合 嗯 不对啊 把脸挡住了 是认不出来了 那万一他们跟咱们 打个招呼什么的 那咱们不是露馅了吗 是啊 是啊 这样 反复你的兄弟们 不管发生任何情况 不许说话 一个字都不许说 好 把面具戴上以后 都不要说话 戴上面具以后 都不要说话 去告诉大家 嗯 把面具戴上 不要说话 对对 戴面具啊 给 对对抓着抓着 来 准备 哎 干什么呢 你们干什么呢 说你呢 怎么了 你掏钱干嘛呀 收起来 为什么呀 按我的规矩 将掏出来就得听见响 听见响就得见血 你掏出来干什么呀 什么规矩啊 收起